智能電網是先進城市提升能源效益的趨勢 在香港 中電近年透過智能電網體驗館 向社會各界介紹有關概念和技術 對住宅用戶來說 安裝了智能電錶就可以接通智能電網 透過包括流動通訊器材 例如平板電腦掌握電器的用電情況 例如用戶在每一分鐘用多少電 告訴你 你就可以看一看 我究竟用電 例如鄰居用得多 或者和一些普通人用得多 也可以看看那時的電價是多少 例如電價高的時候 你就可以想一下 例如我用洗衣機 我不需要在高峰時期洗衣 你可以在非高峰時期洗衣服 為了進一步研究智能電網 中電打算明年推行智能電錶試驗計劃 希望有公屋、私人屋苑 以及中小企的用戶參加 透過新科技的應用 鼓勵他們主動了解用電情況 嘗試選擇更省電的生活模式 同時提供數據給電力公司參考 我們就要有智能電網和智能電錶 去拿一些比較確實的數據 去看到去預計得更加準確一點 還有看到將來的用電量 所以智能電網和智能電錶 其實是一個比較大的趨勢 因為其實在歐美國家 或者澳洲 其實已經開始試行行這個計劃 他們的目的其實也是想做到同一樣 希望多些數據更加準確估算用電量 從而計算機組運作 或者投資成本 智能電網有助智能減排 而中電在2012年初 攤牌方強度是每度電0.8千克 企業所定的氣候願景到2050年 攤牌方強度會大幅降低75% 至每度電0.2千克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許佩茲報導 支援cor度會議 助手 取消器 從而計劃 你呈述 養電視記者 編導